減 減 左邊輕的 輕的 輕盈的 右邊 樹花 這筆看起來重的 加上粗繫 日 注意間隔 撿 這裡連續三個字寫的都 障末 跟沾了末量是有關係的 一般對行書而言 有沒有障末 倒沒有關係 寫楷書會比較重視說 不要障得太厲害 五 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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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通常口都會突出 這樣比較好看 不要被包覆在裡面 這個都彎很大 連這個交錯都很大 雖然這裡被杜蟲咬了 還是要把那寫出來 橫 橫 橫 出到 欸 細到粗 再抬起來 這是粗的 口 上寬下窄 左鈴又不連 封好 加粗 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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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出到 這裡要寫扁一點 飽滿的軟頁 這裡故意穿出去 這個不是不小心 是故意的 張開 原則上 這口還是應該比較扁一點 偏扁 上面寫著重 下面寫著一些略擠的點 感覺擠在中間 點 感覺擠了點 層 左邊寫著輕盈 輕盈 細細縮縮的 輕盈 右邊寫著端正 比較方 端正 連續端正 這時候均間間隔距離抓好就好 就漂亮了 成